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就护理之家也做了相近十年 其实唱歌实际是一个媒介而已 就只要是跟他们能够打成一片 唱给这些关怀这些张者 还有带动他们的家属 跟我一起来唱唱歌给他们的家属听 就是在每一个时刻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珍惜在每一个当下 有时候家属就没有办法经常来陪伴 那我们有这个能量能够陪伴 我们把他们当成是我们的张者 当成我们的父母亲 或当我们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得到一种关怀跟安慰 每天你出发的时候 就整理好一个心理面 我每天要用一个 内心的一个喜悦的心理 跟他们结缘 用我们的华语讲的 我们是一个结缘 我以我们上面讲的 其实从设计开始 就从今开始 不是为了制空而制空 只剩下他们所有一个 结一个好人把他们制空 我们在这边的心理面 我们在这边的心理面 感谢观看